大家好 我是Lina 是建筑系的硕士生 也是一名钢琴老师 但今天我在这舞台上 我的身份是爱多美新晋级的销售大师 请大家多多指教 那我在爱多美的故事呢 是在我2021年开始的 那时候我才刚毕业 刚进入architect这个行业 但是当时候我就开始想起我的未来了 我的时间 我的健康 我的财富 是不是慢慢就没有自由了呢 但是是一本财富的书籍 让我意识到 原来除了传统的生意 还有一款不一样的生意模式 叫做网络营销 它也是可以通往去时间自由 健康自由和财富自由的道路 大概读了大概四本财商的书籍过后 我就慢慢改观了 关于这个行业 也决定主动去寻找机会 去了解许多公司的商机 以及奖金制度 那最后我选择了爱多美 爱多美也选择了我 而且在这个环境底下 我已经寻找了主动和创造机会 这两把钥匙 而在这个成功的大环境 它也让我塑造了一个成功者 该要有的人格和心态 那我在加入爱多美是大概一年半前 我是属于慢慢做 然后慢慢加大组织的 当时我在打两份工作 也在经营爱多美 那现在我是边读书 边交情也在经营爱多美 所以其实我的时间是蛮紧凑 但因为这样的生活作息 它促进了我的人格的成长 还有学会了怎么去如何 管理我的时间和我的压力 甚至我在这个环境之下 我找到了第三把钥匙 那就是自律 在今年三月是学校假期 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 要么就去拼一把 去拿到销数大师 因为我想知道我自己 到底可以去到哪里 去到多远 那许多人在经营的时候 可能会开始在意眼光 但我没有 因为我知道 只要我够想要达到这个目标 我很清楚 这个目标 是可以让我可以改进的 又可以帮到我的朋友 我的家人们 甚至去翻转我的人生 这么好的目标 为什么我不要去冲 当你去冲的时候 难道你还有时间停下来 去慢慢欣赏那些不支持你的人吗 我是没有那个时间啦 所以我们要问一问自己 为什么我们会害怕人家的眼光 可能以前的我们 会对这个行业反感 可能是因为品格 那当我们在经营这个爱多美的时候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让我们可以去塑造一个很好的品格 而且可能你也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角色 你的分享可能分分钟都可能成为别人的祝福 这个也要很感谢爱多美的文化 它的文化真的改变了直销的历史 因为有了高品质低价格的产品模式 共享共赢的经营模式 所以我们才可以很有自信心的 真心的分享 而不是去推销 让我们在经营爱多美这个路上真的简单很多 那在这个晋级期间 我最印象最深刻的是Home Party 因为我很喜欢分享 那如果可以在这个领域去活出我的信仰 去服务我的朋友们 那也是一件很有满足 就是很满足感的事情 那整个期间 我也是不会把焦点放在别人的拒绝 而是细算N点去细数那些支持我的声音 那通过一个月的努力 我终于在4月份成功上到销售大师了 那能够得到这番的成绩 当然我想要把荣耀归给上帝 也要感谢无限支持我的父母 还有我的朋友们 还有我的伙伴们 感谢你们的互相扶持还有配合 才让我有得到今天的成绩 那如果我们心中若有梦想 我们就要大声的宣告它 让我来告诉我的梦想吧 我学习音乐 因为我对钢琴有着浓烈的热忱 希望可以把这份热忱给下一代 我学习建筑设计 因为我希望以后我能够设计我自己的音乐学校 我来经营爱多美 因为在爱多美所累积的财富和人脉 是可以实现这个梦想 我的梦想就是能开一所由自己设计的音乐学校 可以和家人们朋友们和我的学生们一起搞音乐 那大家你们心中有什么梦想呢 我们也要设立自己的短期目标 那我今年想要上Diamond 带我的伙伴一起上Diamond 明年七月上玫瑰 大家不管现在什么年龄 我们都要敢敢去想象理想中的自己 再朝那个方向飞奔而去吧 祝福大家我们一起努力 加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